乌军防空再下一程 老旧的英式也能拦截俄军导弹 根据乌克兰军方的报告 北约元乌的英式导弹 可以有效拦截俄罗斯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包括K-59与见证者无人机 这应该是对英式最高的赞誉了 毕竟作为一款冷战时期的中程低空导弹 英式的服役时间已经超过60年 不过火力军好奇的是 英式这种老旧的防空系统 为什么依旧可以在乌俄战场大杀四方 其战场作战效能究竟如何 英式导弹系统于1959年首次部署美国陆军 根据公开数据 英式的单发命中率达到了56% 经过后续升级后 单发命中率达到了85% 如果操作人员技术娴熟 打击效果还能进一步提升 按照当初美国的设想 英式要在欧洲地区投刀银血 不过事实上 美军并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英式 反倒是中东地区的国家 拿着英式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1969年 英式首次参加实战 当时乙军使用这款导弹 击落了埃及空军装备的米格-21 在两一战争期间 伊朗也曾使用英式 击落了十几架伊拉克战机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 乙军使用英式导弹 打击突然袭击乙军阵地的阿拉伯国家机群 共发射22枚导弹 击落了25架飞机 有时 一枚导弹可以击落两架飞机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 科威特也曾使用英式 击落了14架伊拉克空军战机 到了21世纪 英式又出现在乌俄战场之上 2022年10月8日 克制大桥被炸 从这之后 俄军就开始使用导弹或无人机 袭击乌克兰后方的基础设施 北约的援助开始转向导弹防御 其中就包括英式 一名操作英式导弹的乌克兰官员称 虽然英式导弹不是最新的 但在战场依旧使用 可以击落俄军来袭导弹与无人机 包括K159与见证者无人机 火力军不否认英式的性能 问题是 他的年龄实在是太老了 为什么还能在乌俄战场发挥作用 就性能而言 英式导弹不算差 射程45公里左右 最大射高20公里 飞行速度可以达到2.4马赫 期间也进行过几次升级 比如飞子一 飞子二 飞子三 XXE 主要升级方向就是 合并中高空与低空搜索雷达 增添战术数据交换能力 提升自动处理与多目标作战能力 抗干扰能力也有所提升 只是英式毕竟是20世纪 50年代的设计架构 系统集成化程度与可扩展性较低 多目标交战能力与机动性一般 导引头工作方式则为 半主动连续波体制 也就是依靠地面照射雷达 发送连续波信号照射目标 导引头接收反射回波 自动驾驶仪处理后 产生控制英式导弹飞行的信号 这就意味着 系统火控雷达必须持续照射目标 虽然在当时很先进 但是与当下的防空导弹相比 这已经很落后了 在新一代地空导弹 比如紫苑 SA14等系统出现后 英式就逐渐被边缘化 在美国陆军英式导弹 已经被爱国者与毒刺 或者基于毒刺的系统取代 最后一支 嫌疑的英式部队 于1994年停用 海军陆战队这边 从1995年开始 就逐步淘汰英式 以毒刺取而代之 而英式老旧的导弹 想要在物恶战场发挥战地 必须解决两个 比较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多任务打击能力 一个标准的英式防空系统 除了导弹发射架之外 还有一台脉冲搜索雷达 一台连续波搜索雷达 两台高功率 多普勒火控雷达 一定程度上来说 每个标准联的多任务能力 主要受限于火控雷达数量 其次就是机动性问题 在物恶战场 这种高烈度的战场 英式在前期固定部署 很容易被俄军发现并摧毁 就战场情况来看 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要有相应的转运车 英式也能到处跑 比如卡车或拖车 至于多任务目标打击能力 只要乌军使用的是 英式费斯3系列 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这点我们后面再聊 除此之外 英式导弹能在乌俄战场 大杀四方 也与战场环境有关 俄罗斯的防空压制能力太弱了 作为一款冷战时期的防空导弹 英式最大的特点 就是数量足够多 储备量达到了4万枚 并且基本都已经退役了 援助给乌克兰毫无压力 相比之下 爱国者的确很强 但是该系统属于高端防空系统 只适用于保护首都等重要目标 而乌俄战争达的就是后勤 防空导弹越多越好 并且英式导弹的战斗部 杀伤力比北约使用AM120 改装的防空导弹更强 当然 英式这种老式导弹 能在乌俄战场 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就是俄罗斯缺乏 防区外打击武器 专用的空中电子压制平台较少 反复射作战能力落后 换句话说 俄罗斯空天军这边 虽然连续推出了多款战机改进行 甚至还有苏-57这样的五代机 但是在电子战飞机上投入较少 缺少电子战飞机的缺点就是 在当前的乌俄战场 俄空天军无法出动战术飞机 对乌克兰进行常规的纵身打击 也没办法出动大型战术飞机编队 在压制乌军防空的情况下 对乌克兰前线实施中高空打击 俄军对乌克兰的纵身打击能力 完全依靠巡航导弹与无人机 这也没办法 俄军的战略方向走歪了 在苏联时期 出于欧洲大规模作战的设想 苏联空军发展了一些防空压制能力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 防守战略取代了进攻战略 军队分配的防空压制任务越来越少 武器的研制被无限期拖延下去 雅克28PP一直使用到90年代中期 才全部退出现役 苏-17则参与了1993年到1995年的 第一次车身战争 那里没有西欧平原的密集防空网 也没有防空压制任务 到1997年 俄罗斯只剩下两个苏-17M3R的航空侦察团 由于缺乏防空压制能力 在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中 俄罗斯的图2M甚至都被击落了一架 至于俄军的地面力量 连反炮兵雷达的数量都不高 更别说打击防空系统了 在这种情况下 英式这种老旧导弹能发挥作用 大家也不用太过意外 而且火力军上面说的多任务打击能力 英式在升级到Face-3之后 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美国陆军于1952年开始研制英式导弹 1959年正式服役 只是早期的英式导弹性能有限 整体也非常复杂 用的还是电子管技术 雷达的平均故障时间只有43小时 天线的灵敏度也不高 当导弹俯冲攻击地面目标时 经常因为地面杂波的问题流失目标 于是从1964年开始 美国就开始英式改进计划 将英式导弹的电子管电路 换成固态电路 减小了电子器件的提及重量 为了提高灵敏度 并换装了采用倒置接受机的导引头 换装了更新的M112火箭发动机 作战空域有所增加 平均故障的间隔时间 也增加到130到170小时 从1977年开始 美军又启动了多阶段 英式产品改进计划 也就是火力军上面说的 Face1、Face2、Face3 主要目的就是改进和升级地面设备 第一阶段中 英式换装新型连续微波搜索雷达 MPQ48 并在MPQ50型脉冲搜索雷达上 加装了一些抗干扰措施 增加新的陆军战术数据通道 信息协调中心 也增加了计算机的存储量 及新的软件 增加了目标数据交换和指令能力 使得英式导弹 也可以射击由远方雷达提供的目标 第二阶段则是改进大功率照射雷达 简化检修故障程序 平均无故障时间增加到300到400小时 并且增加了光学跟踪系统 进一步提高了英式系统 在强电子干扰条件下的对抗能力 第三阶段 改进的较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采用新技术 解决了多目标作战问题 比如改进连续波搜索雷达 使用巨型天线 发射扇形波数 只需一次扫描 就可以测试目标距离 距离变化率和方位角 加装快速变换的数字式信号处理器 将目标多普勒效应进行数字化处理 再提供给微型计算机 这样一来就可以完成原来 由自动数据处理 与信息协调中心所处理的多目标处理 简单来说 就是缩短对机动目标的预报时间 并加快处理目标信息的速度 就结果来看 英式Face3信号 在对付低空入侵机群时 已经可以一次攻击多架飞机 一共拥有两个照射雷达的英式系统 可以同时攻击六个目标 在理想状态下 可以攻击12到18架 并且为了提高导弹连的机动性 在第三阶段改进中 英式系统还减少了地面设备和车辆 以连指挥站代替连指挥中心 取消了测距雷达和信息协调中心 巧的是 目前乌军防空部队使用的英式 就包含第三阶段改良版 不过随着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放弃英式防空系统 第四阶段从未完成 不过推出了英式XX1信号 使用MPQ-64手兵雷达 基本取消了脉冲搜索雷达 与连续波跟踪雷达 导弹本身也进行了一系列升级 比如MIM-23K型和MIM-23G 已经能够有效对抗弹道导弹 由于篇幅问题 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总的来说 英式早期的主要作战目标 就是中低空的战机 但随着型号的改进 性能也在不断提升 也可以拦截巡航导弹 加上俄军防空压制能力拉跨 英式的确可以在乌俄战场上 大杀四方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英式导弹 还有哪些优点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nor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